奇迹,一场2-2让中甲冠军挤无悬念,高洪波帮了李铁一个大忙,北京时间9月15日9点35分,中甲联赛再赛一场,浙江绿城主场迎战北京北控,浙江绿城在积分榜排名第二,与榜首的武汉卓尔只有三个积分的差距,依旧有冲击冠军的机会,再上一轮,浙江绿城以2-1的比分绝杀直接竞争对手深圳家赵叶, 获得了极大的优势,北京北控进两轮都取得胜利,只是都赢得很惊险,而这一场比赛的比赛进程却让人出于意料,浙江绿城在2-0领先的情况,下北京北控连进两球扳平,本场比赛主场作战的浙江绿城占据优势,在比赛第12分钟,月薪在左路低传,北控后卫出现失误,迪东恩德落伍,在门线上把球打了进去, 在上半场快要结束的时候,陈柏良在中路送出精准直塞球,迪东恩德落伍,在禁区右侧抽射破门,上演没开二度,下半场第74分钟,北京北控获得脚球机会,范林江主罚,歌舞投球破门,帮助北控扳回一球,仅仅过了一分钟, 刚刚进球的歌舞在禁区回传给多米尼克,后者推射破门得手,凭借这两个金字般的进球,北京北控在赫场顽强,得以2-2逼平了浙江绿城, 这场比赛对浙江绿城的打击太大了,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,到手的三分成了一分,实在是不应该,正是因为这场平局,浙江绿城与榜首的武汉卓尔的差距拉倒到了5分, 这,江绿城在接下来的比赛想要争冠就太难了,与此同时,武汉卓尔能够在十人作战的情况,下营下青岛黄海,可以说只要不犯大错夺冠没有太大的悬念,高洪波帮了李铁一个大忙了,让李铁在夺冠的路上走得更顺畅。